演员正要上台却突然来越是染红了裤子 他没带卫生巾备用裤也没有 观众都已就做 主持人使出浑身解数就场期待他马上出现 几个编剧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 导演直接骂起他八倍祖宗 幸亏化妆师递给他一个棉条 还将自己的牛仔裤给他穿上 这才解决这危机时刻 60年代是疯狂的时代 音乐电影时尚和艺术等方面都出现了重大变化 这个时代充满了反叛和创新精神 许多新的文化音乐和艺术形式在这个时期出现 电视的普及下 精精喜剧正处于蓬勃发展期 首先是制片人丹尼斯介绍了男主扮演者克莱夫 他之前曾经在舞台喜剧菜鸟小队中扮演队长 目前克莱夫已经是一名小有成就的演员 丹尼斯又介绍了新晋演员巴巴拉 他采用经纪人给他起的洋气名索菲斯劳伦登场 巴巴拉扮演一名女清洁工 原本雇主邀请老板一家做客 可女友却不给面子 他只有请清洁工假扮女友 开始的表演原本还算正常 可舞台经验不够丰富的巴巴拉 还是在后退时碰到了摄像机 巴巴拉帅真又可爱的样子 反而打动了观众 老板泰德并未出现在观众席 他在中控室认真观察他们的表演 编剧说场子热得有点慢 观众们笑声也不够大 巴巴拉还撞上摄像机更是雪上加霜 化妆师表示巴巴拉的戏太出彩 甚至压过了克莱夫的风头 但巴巴拉顾不得寒暄 他要马上赶回家看望重病的父亲 丹尼斯叫住巴巴拉 才知道他家里出了这样的事 丹尼斯从未和巴巴拉表白过自己的爱意 他像个害羞的男孩宁愿默默守护着他 他不惜于利用自己的一切人脉帮他开天辟地 如今他终于帮巴巴拉完成了第一个心愿 灯红酒绿的伦敦是巴巴拉梦想开始的地方 可黑池从小带他长大相依为命的父亲 却身患重病 他的母亲生下巴巴拉后离开黑池去往伦敦药无名信 或许是母亲冥冥之中的牵引巴巴拉才来到伦敦 可如今他绝不能像母亲一样扔下重病的父亲 他连夜赶回黑池小镇 幸亏中风的父亲已经抢救过来 但姑妈却依然埋怨他回来太晚 之后他来看未婚夫 但对方却提出了分手 人生不是非非几百 只是各自选择了不同的生活方式 一个认为在黑池小镇开一家猪肉店 过着平稳的生活就是幸福 另一个则愿意在大都市中险象还生 接受现实如履薄冰的残酷打击 或许每个人得到一些东西的同时 必须放弃另外一些 父亲出院后精神大不如前 韩国厂也解雇了他 巴巴拉说我的伦敦冒险已经结束 现在他要安心留在小镇照顾父亲 编剧们在丹尼斯家中观看经过剪辑后 第一次搬上荧幕的他们的作品 父亲赞扬女儿的表演非常精彩 他要姑妈拿瓶酒好好庆祝一下 编剧们急切地期待泰德的意见 丹尼斯说他要等观众的评分和反馈后 才能做出决定 没几天沉不住气的丹尼斯 找到泰德希望这部喜剧能继续拍摄 但泰德却表示这部剧反响一般 这是电视台不是戏剧团体实验 丹尼斯说编剧们都看好巴巴拉 丹尼斯诚恳地提出希望泰德能同意 由他来做导演继续这部情景喜剧 巴巴拉接到了去电视台报道的电话 为了重病的父亲 巴巴拉决定放弃梦想 他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 要去买点土豆 但父亲却拦住了他 父亲从巴巴拉眼中看出了他对表演的热爱 他希望女儿能做他真正喜欢的事勇敢实现自己的梦想 在父亲的支持下巴巴拉重返伦敦 丹尼斯说泰德提出要求他们必须要在六周内写出第一部剧 他们要做出新东西打动观众 巴巴拉开心地喝下了一杯又一杯的啤酒 这时一个女人打断了他们 丹尼斯略显尴尬的介绍这是他的妻子伊迪斯 他和朋友们在另一处头脑风暴 明显从丹尼斯的眼中略过一丝紧张和不安 马吉告诉巴巴拉樱桃杂志上 戴安娜给他写了一篇非常精彩的推文 他马上就要火了 不仅如此还有更好的消息 布莱恩接到电话 和瓦尔杜尼坎的一页邀请巴巴拉上节目 这是光明娱乐最成功的一档综艺 他们已经策划出一个采访剧本 就是瓦尔听不懂巴巴拉说的带口音的黑齿话 而瓦尔是爱尔兰人 采访的笑点就是互相取笑对方的口音 我并不是很多的女儿 有时候在韩国时 那时期的风格转 把你转向你的命运 把你转向 我和我 我和Patsy也有 我和Patsy也有 虽然相对不一样 现在就会发生了你 所以保持你的锅子 把你的指甲也拆了 我们希望 终于黑色灯 终于黑色灯 黑色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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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摄影师会一直跟拍他们 巴巴拉很喜欢这样的形式 他马上答应了 他们一同来到巴巴拉之前工作的百货店 贵姐们将冒组围的水泄不通 当部长赶来时才发现是之前的搞事金 这是巴巴拉爆红以后第一次回到百货店 之前的同事们以这样的形式再次见到他 总是压榨他们的部长被气得火帽三丈 巴巴拉故意将帽子乱扔 还混在模特里调戏部长 摄影师记录下了这些搞笑的时刻 戴安娜为巴巴拉选好了全是亮片的短裙 参加和瓦尔杜尼坎的一夜的采访 在节目中巴巴拉一如既往突如其来的笑点 让人忍峻不住 笑声此起彼伏 伊迪斯看出了丈夫对巴巴拉的痴迷 他埋怨丈夫对他不够专心 丹尼斯沉默了 这天伦敦有名的魔术师约巴巴拉去地窖 布莱恩一口答应下来 然而这家伦敦最著名的夜店 必须要有邀请函才能进入 可魔术师却并未收到 他们被拦到门外 恰巧碰到了戴安娜 他对保安说他们是同来的朋友才被允许进入 夜店里嘈杂震耳的音乐 疯狂痴迷的舞步 魔术师梦幻的动作企图吸引巴巴拉的注意 刚坐下来他的弦猪手又开始骚动 巴巴拉尽量躲开他 这时一个富二代盯上巴巴拉邀请他一起换个场子完 他将坏东西放在虎口处 让巴巴拉使劲吸一下 当魔术师和富二代反应过来时 两人已经没了踪影 几个编剧绞尽脑汁要搞定新剧本的方向 他们决定以巴巴拉和男主结婚后的夫妻生活为突破点 他们要克莱夫扮演一个不举的丈夫 这是很多夫妻的真实状态 他们没写出一段剧情 克莱夫和巴巴拉就开始表演 巴巴拉的每次灵机一动都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喜剧效果 或许因为长时间人物带入的原因 克莱夫和巴巴拉渐渐产生了莫名的感觉 然而情势简单的巴巴拉怎是克莱夫的对手 高大帅气的克莱夫早已是混迹伦敦的花花公子 趁编剧改剧本的时候 克莱夫邀请巴巴拉来到一家高级餐厅 这里是名人经常光顾的地方 客人也在关注他们 当巴巴拉的手指接触到克莱夫的热吻时 他大脑一片空白 四目相对的一刻仿佛时间静止 两人心底的浓情爱意再也无法隐藏 在克莱夫的公寓迸发了爱的火花后 克莱夫表示先不要对外公布他们的关系 新剧上演时他们的表演无比默契 观众给予了热烈的掌声 剧中的两人像真正的恋人般热吻 甚至导演喊停也依然无法将他们分开 很多工作人员都感叹他们今晚的化学反应太棒了 编剧卡尔一眼看出了两人的端倪 感谢观看